学生人数不到50人的苗栗县公管乡南河国小 是国内少数传承客家巴音的学校之一 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 学生们表现受到外界的肯定 经常受邀演出 三月妈祖庙宇静香 以及今年客委会童话祭开场活动 正向邀约 新春纳福大开门 南河国小巴音社团带来热闹喜气的客家巴音曲目 表现落落大方 有板有眼 深受外界肯定 经常受邀演出 我们去年巴音有到圆楼 以及西湖度假村表演 那在那场两场表演小朋友都表现得非常的不错 所以我们的家长就也邀请我们 今年去彰化的那个宫庙要表演 在外面的表现都是非常棒的 对也因为这样 所以外界都蛮肯定我们 所以也让南河的巴音 在外面的民生都还不错 所以基本上我们每年都有不同的邀约会来邀请 巴音已被列入国家级文化资产中的传统表演艺术类 随着老师傅凋零 专业演奏团队越来越少 南河国小83年起 在荣幸剧团 苗栗成家班北冠 易阳轩等巴音团的艺师指导下 指导学生练习传承客家文化 已经坚持近30年 以乐曲来讲有唢纳 鼓 锣 拔 乐曲来讲有吹场乐 还有碑馆 碑馆曲乐 他们是先学习打击乐 那鼓 锣跟拔 胡老师指出 客家巴音由鼓吹悬索形式组合而成 都是用在入心居喜事场合及庙宇活动上 像是三县礼及典礼中过场 南河国小学生人数不到50人 每个人都透过巴音社团 学会至少一项乐器 通鼓的时候需要背一些谱 然后要抓节奏跟头首配合 然后四年级的时候 神尚索纳 索纳也需要配谱 我觉得吹巴音 虽然有一点困难 所以上场的时候 有紧张 下场又觉得很有成就感 觉得很开心 巴音合作要听中央古典指挥 培养节奏感 采学长姐带学弟妹学习 融合全校情感 我现在打背骨 因为之前是有一个学姐 但她现在毕业了 我没办法再看她 所以只要自己背 每天可以回家就拿筷子敲打 然后可以请老师录音 然后可以一起打 每周至少一次的专门练习时间 能和国小巴音团带来传统文化 扎根的希望 动文化 有请不吝点赞 音乐